女人一定要 歡迎來到FG實驗室 各位同學 有沒有粉餅碎掉的經驗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 如何修復你的 碎掉的彩妝品 當然就是準備一個 碎到不能再碎 爛到不能再爛的 粉餅一顆 乾淨的夾鏈袋 第三個要準備的是 乾淨的刮勺 那它只要是扁狀的 金屬的也可以 第四個呢 請準備一個酒精噴霧 因為我們待會要把這個粉刮下來 把它敲碎敲均勻 所以就是一個好棒的好棒棒就可以囉 各位同學 上課要認真聽 第一步驟就是把這個粉 全部倒到夾鏈袋裡面 那倒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發現 有殘留很多 在粉餅盒上面 所以就要拿出刮勺 把它刮乾淨 剩下的魚粉 從粉餅盒上 一滴不浪費的 再把它倒到 剛剛這個夾鏈袋裡面 我們把好棒棒拿出來 給它盡情的倒碎 稍微先用酒精 把這個粉餅盒 再稍微清潔一下 那清潔完畢之後呢 已經被我們敲磨均勻的這個粉 重新倒入這個粉餅盒裡面 幫它加一點酒精 滋潤它 各位同學壓的過程中 為大家帶來一首歌 一筆一筆壓壓 一筆一筆壓 最好是搭一點節奏 那像比如說這邊 欸你怎麼有點漏洞 因為你要壓下去 壓下去 剛剛發明的新首歌 那可以看到它這個邊緣呢 都還有一些小缺角 所以我們就用剛才這個夾鏈袋裡面的粉 把它填平 那我們現在就是再拿回這個刮勺 把邊邊的粉刮下來 那你們也可以像我一樣 把這個粉再刮回到這個粉盒裡面 然後直接用這個刮勺 把邊邊鋪平 那為什麼選擇酒精呢 因為我們在黏合這個碎粉餅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黏著劑的角色 那因為酒精會揮發 這邊做完之後隔了一夜 其實你的粉餅就會回到原本的狀態 經過塑造的妙手灰春 它現在非常的平整 那因為我們剛剛噴了酒精 所以我們靜置一宿 就是給它一個晚上的時間 讓這個酒精揮發 我們明天來看看成果如何 它其實摸起來就是有一點軟軟的感覺 然後可以看到有一些魚粉還是會被我用手指頭刮起來 那我們來試色給大家看看 基本上 顏色還是跟當初買來的時候一樣很漂亮 我覺得差異就是在於 它沒有像一開始那麼的紮實 女人一定要修容 女人一定要修容 不修容者 臉大 誰都在講 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就是 你看這個顏色 就是 很自然耶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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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然喔 好自然 這顏色很好看 很自然耶 整個修到這邊 整個臉 小到不行 然後順便教大家修容 如果你想要有小臉的話 這邊也一定要有一個V字形在這個地方 然後會順著這個下面 怎麼會修到耳垂啊 也是一招喔 就是從耳垂這樣子修 看兩邊 整個臉這樣立體起來 修復粉餅 大成功 大成功 跟釋業 拍給我 顏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